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幾個月前 以前在我們教會 做了傳導人牧者 雲牧師 幾個月前 安息主義離開了我們 他在加拿大 我們沒有辦法去參加 今天雲師母來到我們東莊 帶回來 我們歡迎 請你起來 好嗎 轉過來和大家 好嗎 好嗎 唱牧師 代表我們和你 感謝主 大家請坐 希望慎祖會之後 可以和雲師母 談談解 安耐其他 我們當時真的沒有辦法 疫情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 真的要紀念你們 感謝主 希望散了一會 可以溝通一下 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這個訊息 叫做 得性的秘訣 討告 大兄姊妹 我們的教會 在今年的主題叫什麼 知道嗎 忘記了嗎 有時候真的慢慢忘記 因為每個禮拜講的道路都不同 但我們的目標就是 福興的相逆 對嗎 福興的相逆 福興的相逆 有兩方面 一個就是成為 沉走神的群體 我們這間教語成為一個 沉走神的群體 就是討告 討告就是一個沉走神的行動 找神 向神祈禱 討告神 這就是沉走神的群體 第二 就是神沉走的群體 因為 約翰福音4章23 24次說 神是靈 所以神要這樣的人 敬拜他 神在沉走這樣的人 敬拜他 就是用靈和真理來敬拜 或者在靈和真理裡面 敬拜神的人 所以這個是敬拜的群體 所以這兩個是很重要的 敬拜和討告 特別是 賭塔的帳幕 大衛 賭塔的帳幕 有時候我們唱歌 什麼賭塔帳幕 什麼時候賭塔過 在大衛的時代 當他死了之後 就已經把聖殿的東西搬去 當阿阿這個蘇羅門 起了聖殿 就全部搬去 那個帳幕就不用了 所以意思是這個帳幕 就是摩西的回目 到所羅門的四年之間 那個就是大衛的帳幕 那個大衛帳幕 就強調了敬拜 自由的敬拜 和討告的時防 待會我們也會唱一首歌 和回應歌 所以第一次看到 就是原來 我們要成為敬拜的群體 又是討告群體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件事是做給神的 如果我們沒有做這兩件事 發覺到 教會成為一個其他宗教 差不多一樣的社會活動 就是社交活動 是沒有神在當中的 甚至有人說 美國的基督教 就是沒有神的基督教 Hello 有沒有可能 有的 就是我們來 我們不是要神在這裏 只要你在這裏 我在這裏就可以了 就可以玩了 我們來吃東西 聊天 做一些事情 大家可以了 不需要有上帝在這裏 但是當我們說敬拜 就有一個神在這裏 給我們敬拜 當我們討告 就有一個對象 給我們討告 所以這就是很不同的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要跟大家說的 就是特別是討告 為什麼呢 因為討告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活著的時候 每天都面對熟靈的爭戰 第一就是 你一信了耶穌 你會發現 以前還沒信耶穌 沒有什麼感覺 這個世界是怎樣 就是根治 大家都是貪心 我也是貪心 大家自私 我就是自私 先下手為強 這都是根治 無道不丈夫 人不畏己 天主地滅 我們也學了這些 信到耶穌 不行 要愛神 要愛人而己 今天就輸了 不是的 你開始面對熟靈的爭戰 第一 第一 你的敵人是誰 魔鬼 他很不甘免 你和他的權勢 黑暗權勢 走了 去光明那裡 這樣他就不放過你了 他就會攻擊你 他就會來整你 他就會來攻打你 打擊你 所以我們要和邪惡的勢力爭戰 第一 第二就是 以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有很多試騰 很多人 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陷阱等著你 有很多地理等著你 有很多地理等著你 哇 我們要很小心 活在這個世界 因為世界有很多系統 很多觀念 很多事情 是要使我們離開神的 特別是三觀 世界觀 人生觀 價值觀 三觀 這個世界有自己一套 我們根治他 我們以為信了耶穌 改變了 不是的 你還未信耶穌 你已經受到這個世界的系統 價值觀的影響 你如果信了耶穌 你還未全都拿走 所以第三個就是 以自己的爭战 你教的聖情 你的血氣 很多事情 你都教這個時候 開始磨你的性格 要忍耐 別人 你很急 為何他這麼慢 就要給予此 忍耐 愛是凡是忍耐 Hello 何時學忍耐 在家裡 你說 是別人學的 我不用學的 在家裡 都是每個人就自我 但來到教會 不是每個人就自我 所以大家就給予此忍耐 你的性格 自己的性情 就開始有一個熟靈爭戰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信得住 你天天面對熟靈爭戰 那我如何打贏這些爭戰 我在二法所說 有說到要穿起熟靈的全副軍裝 但是你知不知道 全副軍裝 全都是防備 不能打的 Hello 胡三鏡 福音的鞋 盾牌 搞音的頭盔 只有聖靈的寶劍 怎樣 怎樣的寶劍 就是討告 原來我們打仗 熟靈的仗 是怎樣打的 是在討告裡面打的 熟靈的仗 不是你和我打的 是我們一起祈禱的時候 和空中的惡魔來打仗的 和這個世界影響我們 和我們的思潮來打仗的 和我們心中一些 私欲 或者一些怨若 來打仗 在討告裡面 所以我們看到 第一點半 和大家分享 就是以法索斯第六章 第十八到十九 就是在之前 第十節到第十七節 講到那些全副軍裝 要浸落得穩 之後第十八節 他就講了 一起讀好嗎 你們要以各樣的 討告和祈求 借著聖靈時刻祈禱 而且懷此警醒 而極大的忍耐 為所有聖徒祈求 我們還未來到十九節之前 我們先讀一下 一懷我祈求 好使我在開口的時候 被此以華語 能坦然無他們 讓人明白福音的奧秘 都叫信徒懷祈禱 他能夠有神給他華語 能夠講神的奧秘 十八節這裡 我想問大家 討告和祈求 是兩件事 或者是一件事 Hello 有時候我們信了耶穌 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很喜歡有問題的人 因為你問了問題 你就會覺得沒有想過 就要想清楚一點 而如果討告和祈求 是一樣的東西 就不用放了 是兩件事 但是我們中文很厲害 把兩件事成為一件事 電和人的腦 加起來就是一個電腦 國內是叫筆記簿的 別知不 我們不是叫電腦 電腦 祈禱祈禱和祈求 加起來就叫祈禱 有一個字叫祈禱 其實這兩個字 都是名詞 祈禱這個字 就是動詞 祈禱其實是 祈禱這個字 是一樣的 但是祈求就是另外一個字 兩個都是名詞 祈求真的是求的 祈求不是一定求的 行不行 好的 子女和父母聊天 一定是求的 有事 或者大部份 是嗎 沒有東西要求 就不會找他聊天 是嗎 Hello 你的孩子是不是這樣 爸爸 又要什麼 媽媽 什麼事 沒事 沒事 你找我聊天 很少見我 是的 祈求 真的有些東西要求 上帝也叫祈求 但是祈求不是一定求的 你和上帝聊天也可以 你感恩也可以 你感恩上帝 我感恩 這位老婆真是煮的很好吃 真的 上回家吃飯 很感恩 我眼睛真是看中了 真的好 沒有數錯老婆 這都是祈求 這是什麼 跟上帝說 感恩 沒有求的 是否是祈求 是的 或者說 上帝 我想起 我現在信徒主 到這麼多年 都很少病 真的感恩 這是否是祈求 這是感恩 所以祈求不是一定是求的 祈求更多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說 是天國的鑰匙 為什麼 因為 所以我們看到 保樂 在這個熟靈的爭子裡 叫信徒 在這方面 祈求 要警醒不見 不可以 睡覺 要繼續警醒 繼續 很小心 而且不是不清不楚 什麼事發生都不知道 最怕就是 不知不覺地過去 或者是 後知後覺 先知先覺 所以這就是我們祈禱 要跟魔鬼打仗 在這個世界面對很多爭戰的時候 祈禱就是我們的能力 為什麼呢 我們看看 第一個問題 寶羅 為何要我們在這方面 警醒不見 為什麼呢 因為 你一放鬆 魔鬼就來了 打你 你就打敗了 你就 有很多困難 所以 祈禱不是有事才祈禱 沒有事就不用祈禱 沒有事的時候 你不祈禱 你就撞了 就撞招了 所以你很多時候 就是警醒祈禱 就未遇到問題 你就避開了 所以祈禱很重要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看到的就是 而且要各樣各方的祈禱 各種的祈禱 為什麼呢 因為祈禱是天國的鑰匙 一起說 天國的藥士 再說一次 天國的藥士 你試試一天 忘記帶鑰匙 回到家裡怎樣 沒得進去 很大劑 所以鑰匙是否重要 重要的 當然你說 我現在不用鑰匙 要密碼 都可以 但是你沒有密碼 都一樣 所以有鎖頭 就是有鑰匙 所以鑰匙很重要 當時耶穌時代 當然沒有密碼 都是用鑰匙 鑰匙 所以祂說 這個禱告就是 天國的鑰匙 很重要 天國鑰匙 就是開天國的門 把天國的祝福 天國的能力 天國的平安 天國的醫治 能夠為我們打開 啟開的鑰匙 很重要 所以天國的鑰匙 是甚麼呢 要不要知道 我們看看聖經 一起讀 好嗎 我雲告訴你 你是彼得 我要在這盆石上 建立我的教會 陰根的門 不能勝過他 十九節 我要把天國的藥士 賜給你 你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 將事已經被捆綁了的 你在地上所釋放的 在天上 將事被釋放了的 你說的翻譯這麼奇怪 是的 其他翻譯就是 地上捆綁 天上就捆綁 地上釋放 天上釋放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這個中標本 就是中文標準日本 特地把言文的意思 要翻譯出來 第一 它是兩個動詞 一個是將事 it is the is it will be 英文是future tense 將來息 未來息 it will be 就不是現在的 it will be 但是已經被捆綁 為什麼已經呢 因為它用另一個動詞 捆綁的動詞 是perfect tense 就是現成式 意思是你現在祈禱 我奉耶穌命 捆綁 在天上 將會是什麼呢 你會發到 將會發到 發現到已經捆綁了 意思是我現在祈禱 我們會在時間內 我祈禱其實已經發生了 但是你還未經歷到 但是可能過了一個星期 一個月之後 你會發現到 原來早已經搞定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Hello 這個就是很奇妙的 上帝今天收到你的祈禱 它今天就搞定 但是你不是今天收到的 你是過了一段時間才發現到 原來早已經搞定 現在明白嗎 所以這就是 二文的意思 所以它要把二文的意思翻譯出來 所以讀起來好像 不是很中文 就是了 它是用希臘文翻譯出來的 所以這就是 天國的藥事 天國的鑰匙 就是我們在地上捆綁 天上捆綁 在地上釋放 天上釋放 天上釋放 Amen 可以說Amen嗎 Amen 這是耶穌應許 彼得的 這是什麼字呢 你 一個人 意思是用基督徒 一個人祈禱 我防耶穌的名字 我捆綁這件事 在天上已經捆綁 我釋放這件事 在天上已經釋放 神是聽一個人的祈禱的 不是一大群才聽的 你一個人 神也聽的 可以說Amen嗎 Amen 所以它說 你 所以有天主教解釋錯了 天國的鑰匙是誰拿呢 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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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是天主教的第一個 教王 當然當他立他教王 他已經死了很久了 他在606年才立他做教王 但他已經過了很久了 他說他是第一任的教王 他有了這個鑰匙 但是我們今天基督教 從天主教出來 我們不相信他在講教王才有這個權病 為什麼呢 因為在馬大福音18章 又說到你們 不是你們 你們 就是我們兩三個人一起 奉耶穌名聚集 祈禱 都是有同樣的功效的 所以不是單單給一個人 他說你一個人祈禱 都是功效 你你們祈禱 一幫人祈禱 都是有功效 這就是天國的鑰匙 給了信靠他的人 但是我們可能在這個經節裡 有一個問題就是 天國的鑰匙就是 你地上捆綁 天上捆綁 地上釋放 天上釋放 什麼意思 一定是講討告 是不是 哪裏經節有講到 這個一定是講到討告 有沒有 牧師講一下就是 不行的 不行的 你說牧師 我很想相信你 但是可不可以給我指出一個經節 哪裏講天上捆綁 釋放 釋放 釋放就是講討告 我今天就給你 就是馬太福音 第十八章 耶穌又再重複講這些同樣的東西 一起讀好嗎 我確實地告訴你們 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將事已經被捆綁的了的 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 在天上將事被釋放了的 第十九節 我再確實地告訴你們 我再確實地告訴你們 如果你們當中有兩個人 在地上同心地為任何事祈求 我在天上的父子 就會為你們成全 是不是講到祈禱 是不是討告 是不是祈禱 是不是祈求 是的 二十節 因為哪裏有兩三個人 放我的名字聚集 我就在哪裏 在他們當中 哇 最少是兩個人 三個人 都可以 同心 為任何事祈禱 放耶穌的名字 天父就會成全 Amen 當然有人解釋 這就說 兩三個人就是教會 我和老婆加問我兒子 三個人就是教會 所以目前我不用離生生 我家裡也是教會 有人這樣解釋 你有沒有聽過 但這個經子有沒有說 兩三個人就是教會 沒有 兩三個人是聚集 有 他兩公婆加上你兒子 一家庭祈禱 都是一個祈禱祭 可不可以用這個拳柄 可以 但這個就是教會 沒有說 聖經沒有說 但很多人就把 兩三個人就是教會 所以我現在不去教會 很奇怪 是不是 這就是把自己的意思讀下去 耶穌不是這樣 你兩三個人就是等於教會 沒有這樣說 但他說 當你兩三個人 防我命 求天父都會成全 這是什麼呢 不是一個全教會 祈禱才有效 你兩三個人 在一個小組祈禱 都是有功效的 都可以用這個 天國的鑰匙 剛才說什麼 你一個人 可不可以用這個天國鑰匙 意思是你一個人 在家裡祈禱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如果小組兩三個人 祈禱可以嗎 可以 所以 無論一個也好 幾個也好 都是可以用這個鑰匙 但是 耶穌說 你兩三個人 奉我命 就是 我就在你當中 加上耶穌就不等 三個 四個 他在你當中 而且 天父一定成全 所以這就是天國的鑰匙 就是我們教會 什麼意思呢 就是天國的鑰匙 就是把天上的能力 搬到地上來 Prayer that release heaven on earth 就是把天國的能力釋放 來到地上 但兄姐妹們 在我們《以法所書》的《言經》裡 我們過了第一堂 如果你說 牧師我現在報名 你不切 不是 我們還沒開波 我們剛剛講了道論 頭兩節 和最後四節 裡面的餡還沒開始 你下個禮拜快點來 因為《以法所書》 就是講到教會屬靈的地位 和能力和方性 應該屬於教會 但是很多教會都沒有經歷到 這些講得這麼正的事情 我們教會沒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沒有釋放 你沒有捆放那些應該捆放的東西 你又沒有釋放應該釋放的東西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家裡應該怎樣 和不和相處 你追求你的女朋友 當時是女朋友 追求得那麼辛苦 到最後 看不到她願意嫁給你 我應該是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是不是 將過後人生發快樂樂 王子和白雪公主 但就沒有再說了 其實結婚後發現到 這個故事是欺騙孩子的 叫做童話故事 結婚後才知道 原來她睡覺 鼻寒聲很大聲 結婚後 原來她幫我測家就睡覺 結婚後 原來她沒有收拾 結婚後才知道 哇 很多東西 嘩 使得你生存不了 那怎麼辦 要捆放 捆放那個怒氣 捆放那些紛爭 捆放那些我要求你 但你不要要求我 要捆放這些東西 自私 是不是 要釋放什麼 和平 忍耐 愛心 包容 盼 盼盲 是不是 真是很難的 不容易的 你要祈禱 上帝 你釋放我心中的忍耐 我沒有忍耐 我要釋放多些 包容多些 真的 很多時候 我們需要祈禱 捆放那些不好的東西 要釋放那些好的東西 在天上 臨到我們 所以 耶穌說什麼 你們要祈禱什麼呢 我門在天上的福 人都尊你的名為 聖言 你的國降臨 所以當我們祈禱的時候 天國的鎖事開了 天國的好東西 全部降臨在你的家庭 祂的旨意就行在你的家庭 以同行在天上一樣 聽見 怎麼知道耶穌說什麼 我們今天的飲食 天天賜給我們 上帝會供應你的需要 你的舌頭 差很多個月 都沒有給你出糧 你快要辭職 辭職就更加不得拿 所以怎麼辦 最好出世才離開 你要釋放 有些舌頭是孤寒的 不肯加薪的 說上說 哎呀明年會好沉 這樣 這怎麼好 要釋放 主啊 你釋放 那些孤寒的心 在我的舌頭的心中 是不是 你的上司要 appraise他的時候 要寫到你 天下無敵 這樣 就要加薪很多 都不錯的 不過 又有一個不過 你就要釋放主 給他 看到我的優點 沒有一面 張住我的弱點 你要求主釋放 捆放那些派平 捆放那些 在街底裡面 挑骨頭的心態 捆放 有時候你的隊伍裡面 那些人在市場 針對你 針對他 你都做這裏 不知道怎麼做 你要捆放放耶穌 捆放那些 搞針對的 釋放那些 團隊的精神 真的 弟兄姊妹 這就是天國的鑰匙 如果你不容的話 天國的東西是 來不了地上 地上是黑暗勢力 黑暗的世界 黑暗的那些言則 人人都是為自己的 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 是一個理想 當你為人人 當你需要人人為你的時候 你才發現到一個事實 就不是理想 是事實 人人都是為人人 人人不會為你的 所以這個怎樣 真的要釋放天上的能力 搬到地上來了 這就是討告了 大兄姊妹 原來討告就是 我們接受 屬天能力的雙手 一切 各位你們的手 當你祈禱的時候 你怎樣祈禱 我想問一下 你祈禱是不是 質感很緊 有些人祈禱質感很緊 有些人祈禱是這樣的 我們很多的祈禱 在照片中看到這樣的祈禱 我們又好像 這是佛教 或是未救 但基督教很多的照片是這樣的 天主教是這樣的 所以基督教是這樣的 但我更喜歡的祈禱 我這樣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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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更加喜歡的是什麼 這是什麼 拿東西給我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是謙卑 你跟別人身這樣守 就是 你有所要求 是嗎 你需要一些東西 別人施捨給你 是嗎 但是 鄉神 我們阿爸天父 是嗎 謙卑是對的 是嗎 神施恩給謙卑的人 所以祈禱的時候 我要 我什麼都要 我什麼都要 有實錯 沒有放過 這是貪心嗎 不是 這是學無 來自天上的東西 都是好東西 都要學無主要給我 有什麼都好 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 牧師每次呼召 無論他講什麼 一呼召我都要 我都要 這是什麼 不知道 牧師還沒說 有人出來祈禱 他還沒說 還沒說完 我們就已經走出來了 我說什麼 你知道嗎 誰要生孩子 你走出來 我們不知道 牧師 我們怕沒有位 因為我們很厲害 為什麼 大家排前面 牧師一定要按手祈禱 你站在後面 牧師的手不夠 就不能按手 所以 要厲害一點 就好看一個 所以這就是 我們從後生十幾歲 就學習了 對上帝的東西 有實錯沒有放過 不用付錢 是免費的 拿著神一定是好東西 就算你祈禱也得不到 也沒有東西要虧 所以我們做到牧師 也是這樣的 特別是從美國來的牧師 講到很有恩 有些真是 教會見到很大奸 甚不大 很細樣的 一個是非洲來的 哇很厲害的 我們就是怎樣 祈禱一定出去 但是他這麼多人 他沒有時間幫你按手 很多牧師都很厲害 因為他能夠按幾個 也不能按摩 他一個都不按手 請你們教會 我們邪聰夢牧師 請那些執位 幫他們祈禱 他們就在上面 這樣舉手 那些牧師 很厲害 不會幫你按手 因為按手 他們已經一個小時了 他就用幾分鐘 大家看看 三個月的人 祈禱 按手 我就先告 祈禱 所以我們不放過 他祈禱了 他要洗手間 我去洗手間 我去等他 牧師幫我按手 他已經很急了 他就去洗手間 不給他 你先按手 他就快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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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實在沒有放過 這些招數救了你們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牧師穿大衫 祈禱會熱的 一突然祈禱的時候 聖靈的能力就會熱 又在一邊 那些年輕人就拿著他的大衫走 他很大心 我幫你拿著牧師 你先幫我祈禱 哈哈哈哈 祈禱我 哇 你看到這樣的行為 好像很瘋狂 好像很瘋狂 為何要牧師這樣祈禱 就是 我們很渴慕 我們要牧師按手祈禱 祈禱可能沒有事情發生 沒有就沒有 但如果有事情發生 就很大件事 是的 那個牧師何時會出現 我那個牧師來了一次 就沒有再來 所以我沒有機會見他 所以當時我就聰明 就在廁所邊等他 我看到他走出去 我就走去 等他來 牧師仁祈禱 他不可以走 快點 是真的 這就是一種渴慕的心 對神的事 渴慕 主要我要領受 來自天上的祝福 但我要說的是什麼 我們的祈禱 是向上大 呼籲 我向上大 我要領受你 來自天上的祝福 釋放你的祝福 釋放你的工作 釋放你的依止 你在地上就會經歷到 這是我們要學習的 寶樂叫我們學習 為什麼呢 因為討告就是把天上的能力 帶了地上來 我們中文教會有一句說話 就是 多討告 多有什麼 能力 少討告 少有能力 沒有討告 沒有能力 五百年 我們跟天主教出來 基督教 大家都知道 討告很重要 但是根根教會最失敗 都是討告 是不是 過了五百年 大家都知道 討告很重要 但是 我們最失敗的就是討告 趙榮基牧先生 剛剛過了身 韓國教會 能夠復興 就是因為其中一個 就是討告 就不是趙榮基那個人 很厲害 很厲害 不是 是討告的能力 就是他的外母 他的外母就是 崔子時 很祈禱 之後他們買了 祈禱很新 那些人在祈禱 在那裡拼命祈禱 朝夜祈禱 是祈禱使得教會福氣 是祈禱使得上帝的能力彰顯 是祈禱 大兄姊妹 是祈禱生命改變 是祈禱 改變說出來 是祈禱人得意志 是祈禱教會能夠產生出來 是祈禱教會能夠得勝 升過一切的思探 和一切的苦能 是祈禱教會能夠復興 差派使徒 去到這個 歐洲的地方 傳福音 去做宣教 特別是 寶羅和巴勒巴兩個人 你想想 差派宣教士兩個人 就去打天下 很厲害 當時 討告 差派宣教士 討告 教會能夠合一 能夠光強 討告 能夠釋放和捆綁 討告 是很重要的 討告 就像這個筆 這個燈灘 插在裡面 就有電 就有光 但你沒有插在電 這個燈灘 是不會發光的 這個Socket 就是你和上帝接觸到 所以有時候我們討告 要舉手討告 所以聖經說什麼 寶羅在泰摩泰前書說 我完了 我完了 I wish 男人 要舉手討告 哇 弟兄 如果男人舉手討告 代表什麼呢 第一件事 當一個男人向上帝 舉手討告 就是什麼 我投降 我自己不行 我需要你 是不是 通常男人都是這樣的 你說什麼 你說我便聽 我先看清楚 是嗎 討告 不用說了 上帝都知道了 你知道這男人的祈禱是怎樣的 第一次祈禱 我都說完了 上帝 我… 奉耶穌祈禱 好嗎 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上帝我真是不好意思 我昨天說了 我今天又來 范子禱 上帝我要說的 其實你已經收到了 我要說的是 和昨天一樣的 奉耶穌的名 阿明 好了 第三日來 上帝不好意思我又來了 不用說 你知道我知道 奉耶穌的名 阿明 第四日來講 耶穌 我要說的 從彈物一樣 不用理 如果我沒有改變 我沒有來 就是天天一樣 如果不是一樣 我就會來跟你說的 就不用來了 所以我們男人很喜歡 奉耶穌 每天都要做 每天都要做 這是很麻煩的 申請奉耶穌 每天都要做 每天都要做 這是很麻煩的 姐妹就是對的 她不說不行 她不只說一次 早上說了 晚上又要多說一次 上帝我今早上去祈禱 我怕我講了 鬧了 再多說一次 無論她是不是講了 無所謂 上帝再多聽一次 我知道你不會覺得煩 再多說一次 第二天又來 上帝我昨天祈禱 我怕我講得不太真誠 我今天選擇真誠的說 又講一大論 第一天祈禱的就是上帝 這件事很迫切 我怕我沒有提醒你 你會忘記 因為你聽這麼多人的祈禱 哇 是不是 你現在的祈禱 和男人的祈禱 是很不同的 所以波羅說 我以男人舉手 祈禱 第一就是投降上帝 我需要你 我沒有你不行 第二就是呼求 你舉手就是呼求 神啊 很重要 你也是 我真的需要你 舉手你 令仇 第三 你舉手是什麼 你是代表你的家人 你是舉手 摩西祈禱的時候 舉手就 虐仙打贏仗 待會我們會講到 所以男人的舉手 是代表 代表他的家族 向神扣 把神的能力引到我們 東中 所以這是很重要 男人的舉手祈禱 大兄姊妹 特別是大兄 鼓勵你 多點舉手祈禱 Amen 好 我們繼續看 有句話這樣說 If you are a stranger to prayer Then you are a stranger to power 一起讀好嗎 If you are a stranger to prayer You are a stranger to power 你對祈禱是不熟悉的 是陌生的 那你對神的能力 都是陌生的 所以很多人信了耶穌 很理性 他說 我信了這麼多年 我都沒有經歷過任何一件事 不是人做的 全部都是人做的 是的 因為 如果不小心 我們的教會 會成為 有人 就有力 就叫做人力 教會 而人多 就有人力 人多 好做事 人多 就有人力 夫妻 就幾百人出去 派飯 夫妻 就幾百人出去 做甚麼 很多人 教會越多人 也會做事 為甚麼呢 人力夠多 而且是免費人工 是免費的 大家是移工 為了事放神 所以 教會越大 也有能力去做很多很多事 為甚麼呢 人力 另外一個 可能九衣人不是很多 也做到很多事 財力 有錢 有幾個肯出錢 有錢肯出錢 就做到很多事 就算我們九衣沒有那麼多人 我們是請人做的 所以這個錢 你的財力 又有人力 又有財力 你就做很多事 不用神 你不需要有神在我們當中 都是有人 還有有財 就行了 還有第三個 智力 只有我們教會 知識分子教歌 很多 大家花時間去想 想一個辦法 我們有足夠 智力 我們都做了很多 人家沒想到 我們就想到了 這就是智力 教會有這些 已經夠了 但是 如果我們教會沒有 神的能力 你看不到生命改變 你看不到醫治 你看不到 改變感出去 你看不到神跡 你看到全部是人可以做的 人力 財力 智力 做到的 但是沒有神的靈力 所以 弟兄知不知道 聽我們聖經講過 不是靠勢力 不是靠能力 教會應該有這些 但是最糟糕 當教會有了這些 就依靠這些 不依靠神 不需要祈禱 就拜了 慢慢教會 就靠我們聰明的人 和有錢的人 和人多 來做事 慢慢失去神的同在 所以 教會小也好 教會大也好 有祂的恩典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大家在拜同一個神 是嗎 大家信同一個神 上帝會不會 教會小也好 聽不到你的祈禱 看完了 我不管 這個大也好 我就聽了 不是的 耶穌說什麼 兩個到三個人 我都在你當中 是嗎 所以弟兄知不知道 如果教會小也好 你祈禱 神都會聽 所以最重要是祈禱 我們一祈禱的時候 神的能力 就臨到我們當中 所以 祈求和祈禱 有多數不同 祈求和祈禱 就是有時候你會捆綁 捆綁本身不是祈求 明白的意思嗎 當耶穌叫拉撒路 服務的時候 祂是怎樣祈禱的 祂向著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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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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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師禱 祈禱 祂便出來 祈禱 祂向著祈禱 祈禱 何一個事情就發生 当他赶鬼的时候,他会不会靠鬼,拜托你走 不会的,他就不会,有人被鬼扶了 然后他说,主啊,父啊,赶走这只鬼吧 天长耶稣有空,有声,我给了你拳柄,你赶吧 明白吗?你记得耶稣给了七十个门徒的拳柄 去赶鬼,他们回来,哎哟,哎哟,耶稣,鬼都服了我们 哎哟,很开心,不是耶稣赶快,是他们赶快 他们放耶稣赶快 所以祈祷就是奉耶稣的名字,去命令一些东西 去捆绑一些东西,去释放一些东西 这是天国的锁示,我们要预用的 好,进入第二点 多人的祷告,这个多人的祷告是为什么呢? 我要给你一个旧约的例子 就是畜合记,摩西和若孙雅去打仗 十七章,八到十三,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那时,阿玛力来到尼肥丁,以我以色列打仗 摩西对若孙雅说,你为我们善出人来 出去和阿玛力争战 明天我要站在山顶上,手里拿着上帝的像 于是若孙雅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去做 和阿玛力争战,摩西阿伦和狐义都上了身顶 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就得胜 何时碎手,马玛力就得胜 但摩西的双手沉重,他们就搬一块石头来 放在他下面,他就坐在上面 阿伦和狐义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 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 若孙雅用刀打败了阿玛力和他的百姓 哇,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看到原来那些摩西,阿伦和狐义在山上举手 举手是代表祈祷,祝福 当他的手拿下来就打败了,无力了 举手就打败了,你信不信啊? 哈啰? 在理性上过不了,对吧? 你打是跟那些人没关的 但今天你找游戏要记得 你游戏机里面打败了,是你的手按什么 跟你这个后面操作的人有关的 你的飞机,那些摩西线的飞机飞来飞去 不是他自己的,是你后面在那里摩西线的人 影响的嘛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你开始 以前我们不明白很多东西 因为现在你可以有一个无线电的控制 你就明白了 你开始很多东西明白了 以前摩西线的电视机可以换波 我们不知道,每次都可以全面按 对吧? 每个人都不需要按 就是老婆踢老公的 你按吧,换波 老公又不… 坐在那里看得好好的,要换波 特别是什么? 换了广告的时候 广告的时候不是很闷的 不想看他 我想看第二波有什么的 跳来跳去的 你有没有试过这些东西? 对吧? 我们试过了 当时没有了,老婆踢老公的 嘿,换波啊,你按吧 老公又不想去 就踢他的儿子 儿子,喂 儿子,喂 儿子,踢他的妹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这样的日子 很有趣 现在回想一下 之后不知谁 发明到有个鸾骨菌都 大家都释放了 对吧? 一个按一下而已 很开心 按你按下去 所以原来电视会转转转转转 到一个人在银子 原来奥斯娅打赢仗 后面有人举手和随手 哇 在教育已经有 remote control 你再看圣经 你会发现到 今天发明很多东西 证明以前是真的 是不是? 你记不记得 使徒行政港督,比德天使帝出監房的时候,那些監房的门是自动开的 原来当时有自动门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过,但今天你走到门口都没有人开门,那门自动开,你就相信 你就走过去 所以意思说,很多时候我们社会没有发明到那样东西 我们理性通不过,接受不了 当我们科技研究到的时候,你的理性就能通过了,你就信得过这件事 所以在今天,在二世纪看回这个故事,我们信得过,因为我们人类都能做到 我们在后面控制的东西,那些东西会飞来飞去的 同样的,当摩西鬼兽的时候,上帝就做事,能力就满到他们 他们的子民就有力量打仗 当他死,手拿下来的时候,那个从天上来的能力就停了 没有供应了,那个没有势力了 所以原来这个举手祷告是很重要的 所以难怪呢,彼得也说了 哎呀,我们忘了那些什么 那些寡妇,谁有没有吃饭啊,谁派多少钱啊 还啊,还啊,有时忘了派给那些讲希里尼话的寡妇的嘛 哎呀,我们要专心神的话,还有祷告啊 原来呢,祷告很重要,做牧者祷告很重要 为会友祷告,为会友的家人祷告 为教会祷告,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牧者要举手来祝福大兄姐妹祈祷 祝福他们,是很重要的 大兄姐妹这个就是 多人的祷告,就是一个人会怨弱的 教会单单靠摩西 一定会怨弱,同样教会单单靠牧者会怨弱 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人做祷告 感谢主我们教会每一个主日 到十点到十点半,在纳上有一群人祈祷的 给主鼓掌,好吗?哈利路亚 我们希望,欢迎你,早点来 早点来,和我们一起祈祷 真的感受到不同的 你每一个主日为教会祈祷的时候 那些邀请的朋友,本来都想不来的了 都是来啦,因为你的祈祷 但试试不祈祷,很多朋友邀请到 到礼拜那天,我肚疼了 哎呦,我的狗不见了,哎呦,什么什么什么 就不来的了 你就说,尝尝得尝巧而已 当这个尝尝得尝尝成年都这样发生 就不是尝尝得尝巧的了 就是一个熟灵的争战 所以看见,当我们十点钟在祈祷的时候 你要记得一样东西 十点钟那个被邀请来的新朋友 已经来逛了,或者是刚刚吃了东西的 是不是 那段时间是打仗的 他吃吃吃吃不舒服,他就不来的了 是不是 或者他买了东西,那东西没有 这么久,这么多人在排床囊 哎呦,迟了,不来了 是的,任何事都会坏了,所以我们祈祷主 今天大兄姊妹要邀请的朋友,主要让他们可以顺利的 没有拦阻的,拿走一切的拦阻 让他们能够来到神的殿钟 来听神的话语,来和我们一起敬拜,来认识神 是很重要的 为教会的牧者祈祷 有时我们请了牧者,提醒提醒,有时他忘记了 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没有发生过 有没有发生过 有些教会真的发生过 我也曾经发生过,我忘记了 有一次不是我忘记了 有一次在新加坡一起,我在那里等 等那个人来载我 但那个人就忘记来载我 应该来载我的大兄姊妹 明天牧师,我们来载你 第二天,他年纪大了,六十几岁 第二天,他吃了早餐 因为每次吃了早餐去教会 突然间有一个曼日生,牧师来说 他也突然来载我,但忘记了 他又去到教会 那个牧师在那里等,诶,说完呢? 我说,对啊 跟两夫人吃东西聊天聊天聊天 他忘记了再说话 我就在家里等,我招待我住在家里 两夫人是来一间教会的 牧师,他会来载你 昨天说了,他今天来载我 他都知道在哪里,他没有问题的 所以那两夫人就去自己教会 我就一个人在他家里等 我又没有那个人的电话 他又没有我们家里的电话 到最后,他又要叫大爷兄的电话 牧师在哪里,他又叫他家里的电话 我才说,牧师,不好意思,我迟到 我忘记了,我现在正在来 我说,来吧 我才快乐,再去到教会 刚刚唱完歌,刚刚到就讲道了 一到就上去讲道了 但最怕是谁呢? 会有不知道的 没有紧张的 我都没有紧张,我买椅子,不关我事 我都没有紧张,我都不知道你教会在哪里 这个大兄就很害怕 还有那个牧师,那个女牧师在那里 哎呀,说不到,到时谁上了 很紧张,到时谁上了 所以这个就是看到,原来就是 为什么我说了这东西 会忘记 会忘记 所以 要祷告 要祷告 所以我们的祷告,对了,讲到我们的祈祷会 十点到十点半的祈祷 免得我们的讲宴没有来的时候,到时我会在那里害怕 是不是 对了,真的需要祷告 所以不要觉得,这个祷告好像仪式而已 不是,是很重要的,一群人在那里祈祷,为教会祈祷,为序慰祈祷,为讲宴祈祷,为新朋友祈祷,是很重要的 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能够 试下,你不能够,每个礼拜没所谓 你能够,今天我可以啊,你早点来和大家在五楼祈祷,好吗 可以说阿们吗 阿们 好,我们看这个 这个就是摩西在诗篇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一起读 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 不是有他,简算的摩西在他面前,暂在破口上 使他的奴气转烧,恐怕他早已经毁灭他们了 上帝要毁灭以色列人,因为很不听话 拜卖拗战,以及依靠那些人,依靠埃及那些马兵,依靠神 所以做到很多上帝很生气的事,上帝的怒气 上帝要灭绝他们 但是呢,因为有阿,以前就是特别在这个摩西时期 那个在抗野上帝,那些人每天在发牢骚啊,发牢骚啊,发牢骚 所以上帝要灭绝他们 摩西就说,上帝不要啦 你带他们从埃及出来,然后你在抗野灭绝他们 你会被人抗衰的 摩西很厉害说话,对吧? 摩西会说,上帝,别人会说 那位从埃及,从汉海那里 带他们出来的那个神在哪里 那些人会这样说的 上帝,你不要灭绝他们,忍一下他们 你灭绝他们,对你是无益的 他们都会死的,你不用灭绝他们,迟早都会死的 但你灭绝他们,别人就抗衰你了 上帝就好,就忍一下 这个是上帝,摩西很厉害的 浸在破口 所以浸在破口这个时 set in the gap 在神和人之间做祈祷的工作 之后我们看以色列一切道 好吗? 这地的百姓惯行弃压抢夺之事 规负,困苦和贫困的人 欺压寄居者没有公平 这个好像在说香港 是不是? 其实全世界什么国家,什么城市都有这样的人 不单单香港,不单单圣经的时代 什么国家有人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当然有这样的事情是怎么好呢? 当然我们希望好的令就兴起了 但是上帝就要做什么呢? 我在他们中间沉走一人藏羞成墙 在我面前为这地浸在缺口中 事实上,使我不自灭绝他 却连一个也走不着 所以我把愤怒 傾倒在他们身上 用烈怒之火消灭他们 照他们所做的 报应在他们头上 这是主耶华说的 所以你看到 神就因为以色列人太坏了 上帝要灭绝他们 但是上帝不会动手的 上帝忍来,上帝会找人 有没有人祈祷 好像摩西站在他面前上帝 我知道我们这个城市的人很坏 但是上帝你念他们 他们都是迫以无奈 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生存 因为这个 肉弱食,这是世界来的 上帝你念悯 需要这样的人出现 但是上帝说 连一个都找不到 个个都没有祈祷 所以最后怎样? 愤怒临到 避路 今天用巴比论 来灭绝他们 捉住他们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城市的 消灭或者毁灭是因为 没有人祈祷 没有人祷告 我想问一下你 香港 以后会怎样呢? 很多人都担心 其实担心的人应该祈祷 不是的,很多担心的人就会走得快 好世界 说真的 很奇怪 你越担心 你就是越想办法 走 因为你担心 你越知道内幕 或者你已经戒得到将来要发生的东西 你就会走得快 好世界 反正我们这些蠢蠢的就继续了 没有办法了 不想走 没有钱走 有钱都不知道走去哪里 哪里都有COVID-19的了 所以怎样好呢? 其实上帝是要找什么呢? 祈祷的人 无论是你的家 无论是你的公司 无论是你的城市 有困难的时候 不是走得快 好世界 乃是兴起成为祈祷的人 祈祷我上帝啊 祢祈福我们公司 我的事头 因为跟他老婆上吵架 无心经营 所以我们这帮人 不能加薪 好沉 公司快要收拾了 你给他老婆 两夫妻 她们两夫妻可以恩爱 被她能接受 不要再吵 被她能够专心经营 或者我们 跟她拼搏了十几二十年 这样下去我们一起死的 耶稣你教他吧 耶稣 行不行 Hello 你有没有为你的事头祈祷过 当然没有 我有为你祈祷的 上帝 你快点收拾他 你收拾了他 对你无益的 是不是 但是我们很少 为我们的事头祈祷 我们觉得事头一定是坏人 但是你是今天帮他做的 不是的 我们要为他们祈祷的 我们要为那些 影响你的生活的人 祈祷 为我们国家的领袖 为你的公司的事头 为你的上司 为你的父母 为教会教会 教会导演姊妹 以及教会领袖 教会牧者祈祷 是的 因为这些领袖 Leadership everything flow from leadership 所以你要是祈祷的 你要成为 浸在破口中的人 结论了 上帝一直 等待 寻找他的人 祈祷就是寻找神的人 神一直在等 我们到这个经节来 你唱一下书第六十二章 第六到第七节 耶路撒冷啊 我在你城墙上 设立守蒙者 他们周夜 不停地呼喊 呼求耶路华的 你目不要掐释 也不要使他掐释 直等到他 建立耶路撒冷 使耶路撒冷 在地上 为人所证美 弟兄姐妹 这里讲到什么呢 在城墙 在城市上面 要设立守蒙 守蒙呢 Watchman 一路是在耶根太治有没有敌人来攻打的 但是这里不是说这东西的守蒙 是说 为城市祈祷 周夜不停在那里 护堪神啊 神啊 拯救我们的城市 神啊 联敏我们的城市 神啊 你的公义 你的联敏 到我们的城市 周夜不停在那里祈祷 散要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不要停 有时这样的人会很累的 祈祷你祈祷去 呼喊你呼喊去 都没有什么发生的 就想放弃的 祈祷你从十个人 祈祷到五个 五个祈祷到两个 两个就剩下你一个 你都想放弃的 所以有时 祈祷的人 是会很孤单的 很慧喪 很灰心 为什么呢 看不到结果 而且越来越少人 所以他说不要停 不要停 而且还有另一个方法 不要使他停 谁呢 不要使上帝停 继续呼叩神 使上帝没得睡 使上帝没得停 你明白吗 这个就是耶稣说的 勞加十八章 祈祷不要灰心 他就给了一个寡妇的见证 故事说 寡妇求一个不宜的官 很坏的官 不怕神 不怕人 就是呢 他就是 一日夜夜吵着他 为他生烟 这个不宜的官 都烦到你发疼 哎呀 快点放弃 更何况你的天父 所以你就是要这样 什么叫不要灰心呢 就是皆自吵着他 皆自吵着他 我记得问那些老公 到最后你 输给你的太太就是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他打了你 而是他吵着你 没得睡 这招很小的 很多女人的成功 那些招数 是教会要学的 他知道老公爱他 他就对了 你说你爱我的 你说你爱我的 我很喜欢那样东西 我睡不到的 我知道很贵 我都不舍得的 但是我很喜欢的 不要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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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就 又内疚了 我爱你的 哎呀 又不舍得 哎呀 很贵呀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放个保险箱 都没有来带的 到最后都是 硬到 OK OK 我买给你 哎呀你最好啊老公 最懂的就是你 哎呦 搞定了 兄姐妹 圣经教我们的 你不要停啊 继续抚恨神啊 请教我们香港神啊 福兴我们香港神啊 不要让上帝停啊 Amen 所以兄姐妹这个是什么呢 保罗同事祷告带来地震 和松开锁链就是这样的 他们坐牢的时候 是否要敬拜 赞美神 然后祷告神 什么事发生呢 地震之后呢 锁链都要松开 今天一样 当我们教会开始用这个天国的锁示 来祈祷的时候 神要震荡香港 神要松开一切的锁链 一切的执病 一切的 愤怒 一切的不公义 不公平 一个一个要松开 Amen 我们一起起床好吗 我们请敬拜对你 我们唱这首歌回应 我要为人祈祷 如果你需要我们祈祷 我希望你快点回应 来到前面 我们为你祈祷 Hallelujah Karabashantai 我们唱这首歌 神永远是世界的中心 Hallelujah Karabashantai 主啊 你的天国要攻南 释放 释放意志 释放你救人 神永远是世界中心 神永远是世界中心 我抬apt无恰也好 这第一个字 神永远是世界中心 万光贵败送你明下 神随你意志 我给你工作 我早已不知识到个 旧人都贪欺 现在要坚立 而责你作你居宋 在怀错见的将我遍地兴起 主会敬畏我一生平安 我们会再唱一次 我要呼吁如果你有感动 你要我们为你祈祷 我们在唱的时候快快去到前面 我都很想邀请Edmond的爸爸 如果要我们为你祈祷 可以出来前面 我们为你祈祷 我们教会一切为你祈祷 求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医治